我常常都说高手在民间 为政者只要肯广开言路 听劝立间 不受无方法解决当前的难题 问题是如果偏执地死抱着 不看不听不理的心态 认为所有进间的人 都是来谋朝散位 思想走入了死胡同 那就神仙难救了 最近好朋友朱大壮 在Facebook上写了一篇文章 用数据对疫情提出了惊人的发言 原来我们的战场根本不是在医院 这是一次极大的资源错培 两年来政府和人民 仿佛一直在身处平衡时空 自说自话 你不明白我 我都不了解你 政府常说已经不计成本 做了12345 但是市民就在闹 为什么你不做六七八九十 为什么会这样呢 资源错培绝对是民怨的来源之一 朱大壮找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很重要 但从来就不在香港政府的疫情网页出现过 这个就是新冠患者的治愈出院数字 这个数字在内地的实时官网一定会有 唯独在香港的官网就找不到 要隐藏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显示出来 没有人看见就没有人会被追究 没有人被问责 结果朱大壮在内地的官网找到这个香港一直不存在的数字 41804 当然这个是前几天的数字 每天都会实时更新 今天就是44296 到底这个41804 治愈出院的数字有多重要呢 朱大壮算了一算 他说大概4万人有出院 再加1万人留院 再加多7000死亡人数 即是说两年疫情以来 经公立医院处理过的新冠病人 原来只有区区的6万 按政府专家梁卓伟医生早前推算 香港已经有440万确诊者 这样计算 医管局只是处理了6万新冠病人 即是说98%的确诊者 都是自废、自治、自愈的 即使用卫生署公布的112万确诊者来计 医好6万病人 即是占5.4% 治愈率是九牛一毛 难怪政府要掩盖这个数字了 治愈率低、死亡率高 就是医院的现房 但过去这两年 库房就动用了港币6千多亿来抗疫 这个明显是资源错配 明显不是对症下药 政府不停花冤枉钱 投针弹药 但从来没人察觉 战场根本不在医院 而是在民间 超过九成的确诊者 是自己在家医好自己 当然也靠亲戚朋友 社区义工仗义帮忙 这些开支不是来自库房 主要是来自民间有心的人 或者国家 或者一些内地企业的捐赠 加上建制的政党、议员、地区人士 义务地出心、出力、出汗、出钱 去打这一场逆战 这九成的民间治愈者 大多数都没有受惠于库房的6千亿 因为资源错配 难怪市民在抱怨 政府帮不了我 而政府又在抱怨 我已经不计成本 你们还想我怎样? 没错 二千多元去买一把隔离病房的抽气线 三千多元租一天抗疫的士 几百元一个钟请一个检测员 政府确实花了很多钱 但市民半点都未受惠 还要天天自己涂腰包 买药、买检测包、买防疫用品 六千亿到底有多少是入了大药厂、供应商、大财团的口袋呢? 无从稽考 小市民只是知道 这两年大家一直都在这儿入不呼之